《词强菩提供业》 广泽 gave.com 《词强菩提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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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明老师 我讲讲这个 阻止中共打台湾的内部因素 因为大家都很担心 这个大陆会打台湾 大家知不知道 大陆的面积有多大 960万平方公里 台湾有多大 3.6 所以是我们多少倍 267倍 大陆面积是我们的267倍 人口 大陆人口多少人 官方数字是14亿多 我们就用14亿多来算 台湾是多少 2360万左右 大概是多少倍 60倍 大陆的经济呢 原来大概是我们的20倍左右 22倍左右 那现在可能少一点点 军事力量呢 更不用说了 对不对 所以一个面积是我们267倍 人口是我们60倍 经济是我们的20倍 然后军事力量 不小心是多少倍的这么个敌人 天天想吃掉我们 大家觉得吃不吃了 下来 理论上就可以 那为什么我们还可以在那边办演讲 对不对 应该是有一些原因 好 有什么原因呢 原来我的这个演讲呢 如果时间长的话 我会谈两个大的部分 第一是阻止中共打台湾的外部因素 第二是阻止中共打台湾的内部因素 但因为今天时间有限 所以外部因素呢 我只能大概讲一张图 我今天把重点 摆在内部因素 阻止中共打台湾的内部因素呢 大概有三个方面 我分成经济跟财政 社会跟政治 三个方面 然后最后呢 再做个简单的结论 所以刚才我们讲 我们说中共当然想打台湾 但是呢 这么几十年来没有打 因为有它外部跟内部因素的限制 外部因素大体上说 就是国际政治 内部就我刚讲的 经济 社会 政治三个方面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不了解 中国大陆里面有什么因素卡住它 让它不能打台湾的话 你每天都要担心 那现在如果听完整了 大家就晓得说 其实呢 问题没有大家想象中的 那么严重 那么这个我们大概只能讲一页了 请各位拍下来 各位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 其实从2017年川普上台之后 美国的对中共的政策呢 出现了根本的变化 细节我就不再多说了 简单的说就是 它突然间想通 我们美国被中共骗了四十几年 他天天想消灭我们 天天想埋葬我们 但嘴巴上跟我们说 说的都是甜言蜜语 结果我们被骗了 所以川普回来想通之后 最后用了庞佩奥做国务卿 然后用了一个华人的做顾问 那正式修改了美国的对华政策 简单的说 美国过去的对华政策 是帮助大陆崛起 希望大陆能够因为经济发展而和平演变 但现在发现不行 这策略是错的 所以美国必须跟中共对抗 必须限制中共的崛起跟发展 这样子 第一美国自己可以存活下来 第二可以把共产主义解决掉 所以从川普时代开始 到现在拜登上台之后 美国的这两任总统呢 一系列的对中共的政策 都是一个对抗的政策 那么过去我在公开场合也讲过 拜登上台之前 我们对拜登有点担心 因为我们怕他反共的这个态度 不够坚决 然后川普的态度我们已经看见了 所以我们对川普比较放心 拜登上台这一两年下来之后呢 我们慢慢放心了 我们发现 拜登虽然年纪比较大 然后讲话有时候不太灵光 甚至会忘东忘西 但是呢 他反共的态度呢 还算蛮坚决的 而且他跟川普最大的不一样在于 川普觉得说 我虽然七十几岁了 但我反应非常快 我跟西部牛仔一样 拔枪非常快 所以川普的个性动不动呢 就想跟中共去拔枪去对决 拜登不是 拜登说 我身体比较差 年纪比较大 我拔枪比较慢 这样好不好 我找人来围殴你 就找了一大堆围殴他 找了日本 找了韩国 找了北约 找了东斜 找了澳大利 最近又找了越南 就大家都很欣然地参加 我们来围殴中共 还有一个印度 我忘了叫 那么也就是说 这几年下来我们看见 美国对中共的政策 出现了非常根本的转变 那我现在把这一页呢 大概整理出就是 这两三年来 尤其这一年来 国际社会 怎么样子 国际社会当中主流国家 怎么样子 在进行反共保台 请各位看第一点 第一点是时不时的 这些主要国家 或者这些国际组织 就出来 或者国际同盟 出来讲 中共你不可以打台湾 你绝对不可以打台湾 我们非常重视台湾 所以或者发口头警告 或者给正式宣言 第二就是对台军售 这我不多说了 第三军事演习 各位可能没有注意到 最近附近我们的周边呢 有几场军事演习 好几场呢 都是美国主导的 第四呢 美国跟一些国家 开始在亚洲地区呢 要建立基地 第一个是日本 不用讲了 菲律宾呢 的美国基地 从五个增加到九个 南韩的基地 也在增加当中 现在正在谈的是越南的基地 那么不管有基地 没有基地 美国在亚洲 原来是有驻军的 但重点是 它的驻军增加了 大概在五六年前 当时我跟美方那些高阶的 这个退役的军官呢 在谈事情 他们就讲 我们在亚洲的这个 第七舰队呢 是我们美国海军 最强的舰队 我们这个第七舰队呢 它的那个 这个军舰的总数量 占我们美国海军的 百分之五十上下 但我们还要再提高一点点 从百分之五十出头多一点点 提高到百分之五到五十六 我说这个不简单 我说这个表示说 你们战略思想的改变 后来我回家就算了一下 我说如果美国要把它的 在第七舰队呢 从百分之五十提升到五十五的话 它至少要增加一艘重航母 可是我们算来算去 美国重航母都已经用完了 它封城的不会打开了 最后来我就回头问他 我说你要 你说要增加这个第七舰队 他说对呀 我说你怎么增加呢 他说我们没有办法 我说我帮你算过了 你们至少要有一艘重航母过来 但你现在没有重航母可以过来 他对我神秘的笑说 你将来就会知道了 现在我们知道了 他们用什么 用轻航母 或者叫做两栖攻击舰 这轻航母呢 最近这两天才通过台湾 才刚好通过台湾 然后到北上去 这艘船叫美利坚号 America 你不要以为它是轻航母 它满载的时候 可以载20辆F35B垂直升降机 它这艘轻航母 它的战力远远超过中共的重航母 中共重航母在它面前 坦白说应该是不堪一击 所以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可能还有人有印象 前几年美军发了一张 不太礼貌的照片 对 美国一个战舰的 他们在甲板上拍的 船长坐在椅子上 翘着脚在看远处 旁边一个军官陪他看 然后最后照片拍过来 拍到什么呢 拍到他这个人 跟旁边的军官 跟他的脚丫子 跟船舰 跟远处一艘中共的战舰 美军有意发这张照片 就是我看别你了 你的海军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美国人对自己海军非常有把握 细节我不多说了 所以美国呢 它在亚洲驻军不断地增加 而且几年前我就预测 我说美国在关岛 在各地方呢 会强化他们的兵力 因为他们最后要对付中共 然后再来就战机跟战舰的巡航 现在几乎变成例行公事了 大概每个月的月底前后 美国会有一艘战舰通过台湾海峡 有的时候发布消息 有的时候不发布 中共反正大规模 在台湾附近绕行的时候 美国一定会派船出来 这是第六点 第七点是现在正在谈的事情 设立军火库 第八点呢 各位有人知道 有人不知道 美国军队现在正在 培训中华民国国军 中华民国国军有一部分 正在美国受训 然后美国有一些军官呢 来台湾进行教习 我们的演习什么等等 他们参与观察 然后提出意见 第九呢 就是美国现在这几年来 我刚刚不是讲 我说拜登讲 我力气不够大 所以我找人围殴你 所以我现在这里包围圈嘛 美国现在对中共的包围圈呢 现在大体要建造完成 现在查一个国家 越南 越南 这两天呢 拜登去了越南 双方签了字了 所以越南现在 慢慢靠过美国这边来 当然越南它会玩两边 它一边会靠靠中共 一边会靠美国 但是越南想得很清楚 这个时候 美国全力要打中共 如果倒向美国的话 我在经济上面 在政治上面 在科技上面 跟在居次上面 我都会要大幅成长 但是我靠中共 我得不到这些东西 所以对越南来说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看他们是不是做出 最后正确的判断 好 最后 所以结论就是 从外部来看 今天我不细说了 从外部来看 我们看到 国际上的主流国家 主要的同盟 基本上 现在都在反共保台 我们只问一个问题 中华民国 退到台湾之后 我们根本的原因 就是因为反共嘛 如果不反共的话 像我这种外省第二代 根本不需要在这里啊 我话说回来 如果我不在这里的话 我根本不会被生出来 因为我的家庭呢 我家庭的背景呢 是地主背景 在大陆是被青春斗争 人生消灭的 所以不会被生出来 我大概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呢 开始研究中国大陆 有一天读书 读到半夜两三点钟 我父母亲已经睡觉 上床很久了 我读到两三点钟 突然间一阵感动 跑到我父亲的这个床前面 想邀请他 跟他跪下来说 谢谢你在台湾生了我 否则我不晓得会变成什么 这是我们的外省第二代的一些想法 对不对 很多外省第二代的心声 所以我要问的问题是 我们为什么跑到台湾来 因为反共嘛 就是因为反共 我们才到台湾来嘛 而现在全世界在帮我们反共的时候 我们有些人不反共了 这不是很奇怪吗 所以刚才社长谈到 大陆的这个经济发展 我们从比较根本的角度 来看一下这个问题 大陆的经济发展呢 表面上看起来非常亮丽 但它有很大的缺陷 第一个就是 如果我们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的话 一个国家从农业社会 走到工商社会 它能够快速发展呢 大概几个条件 第一 开始的时候 土地成本比较便宜 第二 劳动力比较便宜 第三 交通比较便宜 第四 水电比较便宜 第五呢 原材料比较便宜 对不对 这是我们说工业化的红利嘛 但是当你开始工业化之后 随着你经济发展 五年 十年 二十年之后 刚刚讲这东西都变贵了 用术语来说 就是工业化的红利呢 要用尽 中国大陆真正的工业化 大概在一九八零年左右才开始 改革开放以后 才开始发展 所以当时我们算一算 按照各国的经验 大概三十年到四十年呢 刚刚讲这些红利呢 会用得差不多 我们算算之后呢 大概在二零一零年到二零二零年左右 会用完 也就是他的成长曲线会往下走 但是呢 他走得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 也就是掉下的速度快得多 再加上二零一二年 习近平上台之后 一系列的错误政策 使他掉下的速度更快 而且远远超过大家的想象 那时候我在台大教书 那我们在这个 最早是在徐州路上课 然后我们有一个教员休息室 所以各系的老师呢 中午在那边吃饭了 喝茶了 聊天等等 我就经常跟经济系老师那边聊天 他们就是社长说的那批人 对大陆经济呢 十分看好 他说大陆经济这样上去 这样一路上去 我说不对啊 我说我的经济学 当然没有你们好 可是照你们经济学讲说 到一定程度之后呢 曲线应该走缓的 也就是人 劳动力啊 土地啊什么 都已经变贵之后呢 他成长曲线不可能这样 一路上去啊 你凭什么说大陆一定 明天会更好呢 辩论很久 最后呢 这个 没有什么结论 后来呢 我不服气 我就整理一个题目 我说 限制大陆经济发展的 政治因素是什么 我打赢了 也就是 你不能用经济学家的逻辑 去看经济发展 你必须把政治的逻辑 加进去 因为中国大陆的这个整个经济发展 它不是一个正常的方式 改革开放的时候 正常一段时间 但是老百姓都讲 共产党想事情是很怪的 现在它改革开放了 为什么改革开放 因为它一直糊涂了 所以趁着糊涂的时候 我们赶快赚钱 等一下它就清醒过来的时候 它就没收钱的了 这句话是在1980年代后期 1990年代 我听大陆人讲的话 现在他们好像醒过来 要去搞共产主义了 所以经济开始往下走了 那么也就是这些因素 使得它原来可以成长 更快的经济曲线 快速下滑 但是跌得更快 那么经济结构关键缺陷 我们都能说 第二 武汉肺炎的冲击 武汉肺炎 大家现在的感觉呢 在台湾呢 不觉得特别强烈 在大陆上 你如果看新闻的话 你也没有什么感觉 但你如果真的到乡下 或到这个具体地方去走的话 你就晓得 那个冲击非常大的 我们去讲一个例子 武汉肺炎爆发 大概几个月之后 当时我们打电话到武汉去 我们有能力打电话进大陆的 我们打电话进大陆去 武汉呢 有七家殡仪馆 六家呢 是一般殡仪馆 第七家呢 是穆斯林殡仪馆 我们七家都打了电话 我们就问说 你们最近这几个月 烧人的情况怎么样 他们说以前呢 这么多年来 每一天呢 大概烧一百人左右 这一段时间呢 每一天加班加点烧 我们得到答案都一样了 每一家都烧两百多人 也就是一倍 就是增加一倍 再不止 后来我们看下中国官方的宣传呢 吹了一个牛 他说我们有个新的发明 叫什么呢 方舱焚化车 方舱焚化车是解放军 跟华东某大学 联合研发出来的 它可以烧什么呢 可以烧医疗器材 污染的医疗服装 然后等等 集动物尸体 然后每一辆方舱焚化车 可以烧多少呢 可以烧五公顿 也就是五千公斤 假设华人一个人 平均大概六十公斤的话 五千公斤 一天一辆车 可以烧八十三个人 它可以烧动物尸体 也可以烧人的尸体了嘛 可以烧八十三个人 减半的话 每辆车烧四十一个人 每一天 他们派了多少辆车过去呢 四十辆车过去 我们看到消息之后 他车已经派过去两个多月 然后什么车走 我们还不知道 还会不会再加拍新的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武汉那一年 对不起 湖北那一年 人口减少一百零九万 这种事情过去是没有发生过的 这是他愿意公开的 这几个月 各位看到 现在是九月 今年年初的时候 广东也好 福建也好 旁边几个省份 浙江也好 有几个省市呢 它的焚化率呢 比过去增加百分之一百多 换句话说 第二波又来了 但对外没有公开 这是我们现在知道的事情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知道 武汉肺炎冲击 第一呢 是人口大量死亡 中共官方说 才死八九万人 我们不太相信 我们绝对不相信 乘一百剩乘一千 都有可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企业倒闭 第三 生产出口都大幅萎缩 更何况武汉肺炎 打到全世界的时候 国外市场萎缩 我记得武汉肺炎是2019年年底爆发的 然后2020年年初呢 开始慢慢蔓延 变得比较严重 一月底二月初呢 当时放这个年假 所以我们就在家里面 二月初之后呢 我重新出去做节目 又开始活动了 又开始做节目 我到了电视台之后 那个助理呢 我请助理拿一张图给我看 我说我忘了一件事 你帮我查一下 他拿给我看 我说我想看一下 大陆的铁路分布图 美国的铁路呢 美国的铁路网是紧致形的 所以它有多个交叉点 大陆的铁路网 各位很清楚 是米字形的 它基本上只有一个交叉点 那个交叉点叫做武汉 而武汉肺炎爆发的时间 刚好是在这个快要过春节 然后民工要放假 回家的时候 所以大家都要坐铁路呢 坐火车回家 大部分是从南向北走 然后从武汉呢 开始转转转出去 所以武汉变成了一个 大的一个融会扣 也就是说传播扣 所以后来我们就看了 武汉市长周先旺出来讲 那段时间通过我们武汉的 几千万人 所以我当时把节目一拼起来 我就跟那个助理讲 我都糟了 我说中共官方不会发布 但我现在等一下上节目 我讲一定全国大爆发 他说你可以这样讲 我说当然可以这样讲 我问你等着看吧 后来我就讲了 全国大爆发 再过两天我就上节目 然后他又给我另外一个资料 英国的南安普顿大学 查了这个从大陆出去的护照 他们用这个网络去查 查到六万份护照 六万份量很多从武汉出来的 去了什么地方呢 去了全世界382个城市 所以当时我说一定全球大爆发 那是二月初的事情 2020年二月初的事情 我不是公共卫生专家 我不是病理专家 我只是从这些简单的尝试 推出结论 所以我们推出的就是 如果全球爆发的话 国际的市场也会萎缩 中国大陆这个经济发展 对于外贸的依赖是非常重的 大概三层上下 所以国际上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 中国大陆经济一定会大幅萎缩 这是我们在2019年底 到2020年上半年 我们对大陆经济做的预测 我们只是看病情而已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香港问题 香港原来是一个生津淡的鹅 刚才社长讲了七百多万人 社长刚才很客气没有讲 他留给我讲 这段时间从香港出去的四十多万人 最优秀最精英的一批人出去了 人出去之外 钱也带出去了 香港的事件是2019年爆发 因为当时这个送中事件 跟反送中事件开始冲突 我当时非常奇怪 四五月份的时候 被突然间邀请去参加一个研讨会 我就去了 一去就发现 都是老朋友 哪边来的呢 世界各地的民主运动人士 纪念1989年六四屠杀三十几周年 因为我是老朋友就去了 一去就碰到很多香港朋友 一聊天 我说糟了 我香港情况不太对劲 所以回来之后呢 我上节目 我去跟祖宠讲 我说我们来谈谈香港 他问我说 香港有什么好谈 我说我不知道 但是反送中这些事情 可能会闹大 我们要不先谈一谈 我们先筑个册 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很厉害 好 那就好 然后我们来讲 讲完之后他还有一点犹豫不决 但是那天讲了 那时候我记得是五月份的事情 六月份的时候香港事情就越闹越大了 对不对 六四的这个冲突就闹得比较大了 六月九号呢就有很大冲突了 所以六月十一号我上节目 十一号礼拜二我记得非常清楚 当时就主讲香港 因为香港事情已经大起来了 所以当时主讲香港 讲完之后主持人问我说 那你的判断是什么 我说两句话 第一 我香港一定是火车对撞 老百姓不会退让 官方会镇压 所以双方一定是火车对撞 二零二零 二零一九年的六月十一号 然后第二句话我说 我就把名字省了 我说主持人 你名最快 今天是六月十一号 我最快六月十二号傍晚到晚上 你会看到香港爆发 茉莉华革命 他就这样讲 我说因为明天就要确定 林郑月娥 要不要把送中条款收回来 如果不收好 老百姓上街 老百姓上街 中共这个香港警察 中共一定会叫香港警察镇压 所以一定冲突 然后事情会闹来 所以火车对撞 加上茉莉华革命 第二天呢 警察开枪 所以后面事件呢 各位看到了 我在讲不说我们有多厉害 我们讲的是往下的事情 香港爆发这种事情之后 当时我们推断 人才资金跟公司一定外流 当它外流的时候 香港经济一定下滑 香港经济下滑的时候 原来它对大陆的经济 是有益助作用的 现在呢 它变得富庶 大陆还要出钱去养它 所以这些因素呢 是使得大陆经济 在继续向下滑的一个 加重的因素 相关问题 加上三年水灾 这个我不细说了 刚才社长其实已经简单说了 大陆这么多年的经济发展呢 基本上呢 是举债建设 国家的心态 就是举债建设 因为外国钱都进来了 我们借外国钱来开建设 事实上台湾也投了很多钱进去 地方上更是举债建设 为什么这样子呢 因为那段时间 中国大陆呢 这个官方追求GDP 因为他如果GDP越高 他对国家的这个宣传的力度越大 然后进来钱越多 当中央要GDP的时候 中央要求每一省 你给我漂亮的GDP 所以每一省的这个 这个 书记也好 省长也好 或是市长也好 他追求GDP 就是GDP 追求GDP呢 到一定程度 对经济发展是有帮助的 但追求GDP超过一定程度之后 对经济发展是有害的 我只举一个例子 最近这个宣称破产的贵州 贵州盖了很多条高铁 但贵州呢 只有一两百万人 中华民国在台湾 有几条高铁 一条 我们今天早上坐过来的 我们高铁赚不赚钱 其实赚钱 修改资产负债表之后 我们的高铁赚钱了 我们有两千三百多万人 我们的经济非常发达 有一条高铁 勉强叫做赚钱 贵州那鸟不生蛋的地方 有那么多条高铁 你就是会赚钱吗 绝对不可能 所以一定赔钱 所以几年前 我跟朋友就推断 我们说大陆高铁一定赔钱 我们算不算赔多少钱 我们最早抓的数字叫四万亿 后来我们再算数说 应该逼近五万亿 这个是大概三年前讲的话 三年到四年前讲的话 我们讲完之后 大陆官方给的数字 五点二三万亿 到了那年年底是五点八九万亿 换句话说 它高铁这些都是赔钱的 但是对拉动GDP是好看的 我再说一遍 对拉动GDP是好看的 但对经济发展是没有贡献的 这叫什么 各位有兴趣可以写下 叫无效建设 无效建设 拉动GDP好看 但对经济发展没有帮助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这就是中央在盲目追求GDP 然后要求地方 追求GDP的结果 所以中央到地方 债务大升 就这么来的 而且告诉各位 这个迟早要报 粮食短缺我不多说了 第七 外汇存体短缺 中国大陆外汇存体 看起来很漂亮 但实际能用的部位非常低 大概在五千亿上下 我们算过 五千亿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 但是对大陆这么大一个国家 你要打贸易战 或打外汇战 你是打不动的 9899当时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 当时宣称说 索罗斯要去打香港 当时中共的总理叫朱镕基 香港跟中共球员 朱镕基跟他讲说 我先给你两百亿 你打打看 不够我们再说 香港那年打国际贸易战 中央给他的钱是两百亿 第一笔是两百亿 你觉得中国大陆这么大的国家 如果跟美国要打金融战 他需要多少钱 所以不但贸易战 他打不动 然后因为肺炎的关系 万贸萎缩 他花大钱买粮食 买煤 买石油 买晶片 然后买基础 他剩下的部位 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这样就导致第八点 因为债务的问题 然后因为各种原因 国家财政的非常困难 现在我们看到 有个别地方 公务员开始发不出薪水 很多地方开始欠薪 等到欠到警察的钱的时候 那社会暴动就会增加 我再说一遍 当政府欠钱 欠到警察 欠到公安的时候 社会暴动就会增加 那最后 就是国进民退政策的错误 简单的说呢 就是2018年 习近平呢 在一个专台会上讲说 大陆的民营经济呢 有五六七八九几个特征 他说这四十年来呢 民营经济呢 贡献了 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税收 百分之六十以上的GDP 七十以上的技术创新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 城镇劳动就业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 企业数量 这叫五六七八九 所以照这个逻辑 你要让大陆经济 发展得更好的话 你要大力扶植民气嘛 然后去削弱这个 削弱这个国企的比重 但各位看到 这两三年下来 中共的政策呢 完全是反向而行 所以更加加重了 我们前面对于大陆经济 往下滑的预测 中国大陆每年这几年呢 他们需要进口食品 石油跟晶片 大概需要四百二十亿 两千四百亿跟四千两百亿 所以每年需要七千多亿美元 现在还点点贸易顺差 所以还能够撑住 如果基础产能 不断外移的话 它挣外汇的能力 大打折扣 那么也就是说 它的生产力会大幅下滑 经济会大幅下滑 好 这个请各位拍下来 这是我们看到 大陆外贸这个结构的缺陷 大陆的外贸结构 大概分成两大块 第一大块是电子产品 第二大块是基础工业品 电子产品呢 是电脑 手机等等 3C的或自通产品 基本上是外汽或台汽生产 基础工业品 民生工业用品等等 由大陆内部的民气生产 各占一半左右 但是为了生产跟出口电子产品 中国大陆必须从美国 日本 南韩跟台湾 进口大量的机电设备跟零配件 换句话说 如果不再进口的话 它的生产能力就大幅下降 那么也就是说 中国大陆自己本身呢 没有出口产业内上 自给自足的能力 它也是从外国买来零件 组装之后呢 正中间差价 外资外企一旦去离开的时候 或者说禁运的时候 或者脱钩的时候 他们就被卡脖子了 也就是它自己的真正实力 是不够的 所以当时我们看完这些数字 我们说 中共绝对没有力量 跟美国打贸易战 2018年贸易战要开打之前 我们就讲 中共呢 没有能力打 但它会怎么应对呢 假装认真打 因为它如果不假装认真打的话 它立刻被国内舆论工倒台 它必须假装认真打 打到最后 在迫不得已情况下 跟美国签一个贸易协定 但是我们可以保证 中共对这贸易协定 绝对不会认真执行 第一 它从来没有人的想法 第二 它的外汇存体不够 不能做这件事 所以最后呢 美国和中共 一定会因为外贸问题 而翻脸 这是我们在2018年 4月份讲的话 贸易战是2018年 6月15号正式开打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从很多基础的 一些数字跟现象 我们已经推出了很多 未来的发展 好 这个情况拍下来 一部分就是刚刚社长 讲的东西 除了刚刚前面讲的 经济的根本问题之外 我们现在看到了 第一 房地产业的大萧条 房地产对中国大陆 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大概占三成以上 所以房地产一下来的话 它的上下有几十项 产业跟工业 会连带往下走 所以房地产 它不只是一个警讯 它根本就是已经 直奔你而来的 一头黑系牛了 第二 金融集团 房地产是一个表象 我们讲一下背后的一个逻辑 大陆房地产看起来非常大 真的叫到富可敌国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有一个奇怪的逻辑 官方在追求GDP的时候 房地产追求什么 不断地扩张 所以当时我们做过研究 我们发现 大陆这些房地产这些老板呢 他们的兴趣就是 我不断地借钱 不断地借钱 不断地去挖地 然后去盖房子 然后去赚钱 他们没有想到 存很多钱下来 这是非常奇怪的地方 大家都在比大 都在比大 这在我们术语上来说 叫做杠杆过高 杠杆高到一定程度 就非常危险 因为你钱一旦断练的话 就非常危险 所以当时我们说 这个恐怕 不是一样好事情 更何况你牵动了 上下游的几十项产业 所以房地产一出问题 我们说糟了 这后面冲击非常大 但是真正表面上 大家看到冲的是房地产 到最后冲什么呢 一定冲银行 一定冲银行 那么我们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 几个礼拜前 我在社长的那个脸书上 看到说 最后要负担的是银行 就这个道理 所以金融集团警讯出来了 然后地方政府的财政警讯出来了 现在我们看到公开讲的 有贵州 有云南 有山东 武汉 最夸张是武汉 武汉市政府的财政局公告 跟几个单位跟企业讨债 说你们签政府钱还没还 这在别的地方是不能想象的 所以已经缺钱缺到这种地步了 那么直接影响就是银行开始倒债 开始卷款 那各位看到很多我就不再细说了 那么也就是这些年来 我们看到大陆的经济发展呢 第一本身的那个结构是不良的 所以前几年很多人在那边吹嘘什么 北京模式啦 或什么中国模式 我们说不是 这是庞氏骗局 这是庞氏骗局 不断地骗后面把钱拿进来 我去填前面的坑 不断填不断填 钱不断进来的时候 庞氏骗局是不会破的 钱不进来的时候 或钱进来不够是 庞氏骗局就破了 今天我们看见就是 整个中国大陆不只是房地产 整个大陆的中国经济体 就是一个巨大的庞氏骗局 这个庞氏骗局现在开始破产了 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经济的情况 或财政的情况 当经济跟财政出现问题的时候 它直接引发的 就是社会问题 请各位排下来 第一个一定是失业 大家现在看到官方给的说 失业是什么呢 城镇失业率 中共的这些东西呢 各位要很仔细看 什么叫城镇失业率呢 第一我不统计乡村 我只统计城镇 而什么叫城镇失业呢 你离开上一份工作 到现在为止 三个月到六个月都没有工作 而且你没有积极找工作的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你要找我登记的 如果你没有找我登记的 我不知道就不在统计里面 不像我们是真的抓到人头的 所以它的这个城镇统计呢 已经是有问题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农村的隐姓失业 不包含在城镇里面 第三青年失业率 青年失业率从19%点几 上升到20点几到21点几 到最后官方说 我不告诉你 有失业 但我不告诉你 直接盖牌 哪个国家会干这种事情 我们的统计如果说盖牌的话 明天这么大就要下台了 是不是这样 盖牌就告诉你说 我实在拿不出来 第二人口问题 这个我不细说了吧 第三天然灾害 很多时候天然灾害呢 并不是天然灾害 很多时候是 有天灾之后 人祸把天灾加大了 这次的浊浊水灾就是这样子 这个我在节目上公开讲过 各位如果看北京市地图的话 这次不是北京天津 跟河北大水吗 强降雨吗 是 降雨量是比较大 但是如果你知道 正常的排水方式的话 北京这个西南边那个卓州 不会淹得那么严重 因为按照正常的地理位置来看 北京的正南方叫做雄安新区 雄安新区是习近平上台之后 结合了三个地方 然后打造了一个新的区 他准备把北京的一部分 这些人口跟单位 移到雄安新区去 然后大力建设 让雄安新区繁荣起来 这样作为他一个政绩 然后对外去宣传 雄安新区推出来了 但雄安新区的悬点呢 当时我读过一些 大陆出来的水利专家的这些文献 我发现有个问题 雄安新区的核心叫白洋店 白洋店 白洋店是中国几百年 上千年来 在黄河绝口出口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会经过的地方 白洋店的地势比较低 叫做店呢 通常就是储水的一个水塘什么等等 所以白洋店原来是北京市的储水区 你选了一个比较低的储水区 去当做一个新的地区 当时就已经有地质绝要讲 这选择不恰当 因为将来这是行水区 水会往这边走 你将来走水怎么办 但是当时不管 中共向来是这样 它干很多事情 它不太问专家的 大家去过大陆都知道 地方上很多土水坝有没有 土水坝的时候怎么盖啥呢 上级说要盖水坝 好 那我们就来盖水坝 谁来决定怎么盖呢 书记决定 书记不一定是水利专家 但书记说咱们这样决定了 好 水坝盖多高呢 书记说盖这么高 这个不叫专业 对不对 专业就是你要搞清楚水质 土质什么等等各种条件 然后说咱们怎么走 然后用什么土盖 干到哪里等等 你有各种专业知识 那这个叫做政治决定 雄安新区就是一个政治决定 所以当时在几年前 打到雄安新区的时候 我们心里已经有这阴影 这是卓州的水灾 非常清楚 水应该是走雄安新区 但是为了保障习近平的面子 跟党中安的面子 让水区走了卓州 把卓州给淹了 所以卓州的几十万人受灾 不说了 然后什么房舍了 这个田地什么都没了 那不说了 现在还有一个未经证实消息 卓州附近原来有保卫北京那些精锐部队 那些部队被淹了 包括飞机坦克什么都被淹了 这个我再说一次 这个消息没有被证实 但是呢 网上传得非常广 而且我们也知道 卓州原来是有军队驻扎的 更有趣的是 这是我们没有看见卓州军队出来救灾 这才是奇怪的地方 所以我们这几个因素加重了我们的判断 卓州的军队本身可能是受灾户 好 这天然的灾害 刚刚讲失业呢 我们叫卓州先讲一下就业 一般在先进国家 就计算你每周工作几个小时 法国美国大概是15到20小时 就每周工作15到20小时 叫就业 我们很早就看到大陆内部资料 他们统计局标准是 你每周只要工作 一小时 叫做就业 你不要哈 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 后来我在节目上讲 讲完之后呢 底下留言一大堆 你胡说八道 你还说你是台大教授 你们台大就这个水平 什么等等 这样子你也敢上电视 我当然敢上电视 因为我看到数字 我被骂完一个礼拜之后 统计局 中共中央统计局局长出来讲说 我们就业标准是 每周工作一小时 就是这样 我们真的还知道很多事情 将来有机会我们再慢慢说 所以大陆的统计数字 我要跟大家强调就是 你要搞清楚 它到底是怎么统计的 它怎么定义的 我们再往下看 我们来说什么呢 官民冲突 在我们呢 叫做官民冲突 大陆不叫官民冲突 大陆叫群体性事件 为什么呢 它避免官民对立的感觉 所以它连文字上都玩这些游戏 好 群体性事件 群体性事件 现在半官方公布的每年爆发是18万起 我公开讲过这件事情 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叫做一起 什么叫一起群体性事件 最早公安局的统计方式是 每一个案例当中有12个人直接卷进冲突的 或者拿棍子打警察的 或者推警车的 或者是放火烧着 有什么驱公所的 12个人直接卷进去了 叫做一起 统计完之后 公安局看说 啊 这么大 好 咱们改定义 改多少呢 每一起案件 100个人直接卷进去了 叫做一起 99人都不算了 好 那每年18万起 这是几年前的数字 大家说 哎呀 大陆地方大嘛 人多嘛 18万算什么 大家除一下看看 18万除以31个省市 除以365天 最后结论是 每省每天大概爆发几百起 我不要说多 说一百起好了 台湾如果每一天爆发一百起事件 每一起有超过一百人 去打警察的 打驱公所的 或打卫生局的什么 各位还想住台湾吗 大陆现在就这个情况 这样叫做一起 会叫做多少起 好 那么所以社会动乱 大概是哪些原因呢 拆迁 金融纠纷 官员夺财产 宗教信仰 民族冲突 有毒食品 司法不公 等等 大概是这些事情 各位现在看到的比较多的 一个是拆迁 为什么拆迁呢 因为地方官拆了你的地 然后他把拆了你的房子 然后把那地收回来之后呢 他可以在那边赚钱 大家现在经常 前一阵的 前几年经常看到 大家这个地方的拍卖书 哪地方 江苏 哪边拍出个地王出来 对 平方米多少多少钱 非常可怕 为什么这样 因为他们真的是 球员兼裁判 他们的地方政府 本身可以开设建设公司 参与拿地跟盖房子 大家可不可以设想 就是台北市政府 可以直接 这个成立一家建设公司 去炒台北的地皮 他们可以 他们可以 所以你看他如果拿了 我借一下 如果 比如说杭州市政府 拿了这么大块地 他把这小块地 拿出来拍卖 拍成帝王 非常高价 旁边地水涨船高 逻辑就这样 所以几十年就这样做了 所以为什么这个房地产 会变得这么畸形 因为官商勾结 官员本身就是 球员兼裁判 所以搞成这样子 那么因为 所以刚刚讲的 拆迁纠纷跟官员夺产 这两者事情是连在一起的 如果司法公平的话 那社会冲突不大 司法不公平的话 所有这事情 雪上加霜 也不断地像雪球一样 往上滚 好 这就是社会问题 这个警告拍下来 所以这几年来 大概这剩下几件 比较重要的事情 第一是北京的四通桥事件 有人挂了横幅 要习近平下台 这个人被抓了之后 然后大家不服气 就跑到厕所 就写同案的文字 所以北京厕所 工程那段时间 搞了一大堆文字上去 第三是白纸革命 什么叫白纸革命呢 大家都晓得 大陆因为武汉肺炎 清明丰厚搞得非常严格 搞得真的叫做民不聊生 老百姓受不了了 最后在去年十一月的时候呢 这学生真是受不了 就起来抗议 我们外界知道的 就有些学校 然后学生举了白纸抗议等等 后来发现不是 全中国大陆 我们的统计 至少是十九个省 一百零五所高等院校 打举了白纸抗议 当时若流血镇压的话 就是第二场六四屠杀 习近平一看情况不对 急转之下 立刻打开这个封城 这白纸抗议呢 才算是过去 那现在我们看到 是青年躺平 大家问大陆老板 这些青年 这些刚刚毕业的学生说 你有什么人生愿望 我没什么愿望 我不想买房子 我不想结婚 我不想生小孩 再青年躺平 为什么 我觉得没有希望 我觉得没有希望 我在努力也不会有东西了 也不会有什么前途了 那么青年是躺平了 有条件的人呢 就跑出去了 所以刚刚我们讲到 香港的这个外移 最近呢 大陆的这些富豪呢 也开始大量外移 其实现象从2015年 2016年已经开始 但是去年到今年特别多 为什么 因为这封城的关系 大家觉得说 根本活不下去 大家现在看到 大家逃的最多的地方呢 一个是泰国 泰国的很多小学的校长 一系之间变得富豪 因为大陆 就是大陆出来的富豪呢 贿赂他们 让儿子进学校 所以一系之间呢 变富豪 而且现在比比皆是 所以大陆 现在泰国呢 大概最夯的一个行业 就是赶快干小学 或者干什么 双鱼学校 泰国的现象 最后是共同富裕 在座的这个台商朋友们 如果说你在大陆 还有资产的话 听清楚 我这几个建议 第一 如果有房子 能卖尽快卖 这话我已经讲了五年了 第二 你如果还有钱的话 尽量用合法的办法拿出来 哪怕税再高 都值得拿 所以各位能出来的 赶快出来 共同富裕是 悬在台商头上的一把刀 好 再来是政治问题了 习近平在去年的二十大上 固然是顺利的连任 但是我们说 你连任带来的风险更大 因为你把团派整个清掉了 你把所有这些反对派系清掉了 所以这些反对你的人呢 就要出各种各样的招数 来对付你 请给我看到第五点 原来 我听大陆这些官员们 就是讲 他们说 你反贪腐嘛 那好 我躲着 只要你这次没抓到我 那算我好运 你反正只有两任 一任五年 两任十年 我躲你个十年 总可以吧 好 两人干完之后 他说 我要干第三任 大家有什么感想 大家想着糟了 他直接后不会下来 他会继续反贪腐 所以所有 担心被反贪腐 反倒的官员 都有想除掉习近平的心理 位阶越高的 贪得越多 贪得越大 然后想除掉习近平心理 就越大 这就我们再讲第三点 反习派的由来 好 那么反习派会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先讲一下 习近平最早怎么上了台 习近平是2012年上台的 但他进到政治局呢 去建许的时候是2007年 早在2005年的时候 大陆就要商量 这个胡锦涛要干完之后呢 谁来接班呢 大家商量这事 胡锦涛喜欢谁呢 胡锦涛喜欢李源潮 胡锦涛是当时的总书记 他喜欢李源潮 为什么呢 他是团派 是共青团团派 但是胡锦涛当时 不能完全做主 为什么呢 因为他背后有个太上皇 江泽民还在那边垂帘听政 所以江泽民呢 不太喜欢李源潮 江泽民喜欢谁呢 在座有人可能见过 薄熙来 胡锦涛跑去说 咱们这样也不行 我们得妥协一个人出来 江泽民问他说 怎么妥协 他说这样子 我把我李源潮拔掉 你把你薄熙来拔掉 咱们妥协一个人出来 江泽民说 薄熙来不错哦 你为什么不要他呢 胡锦涛跟他讲 薄熙来呢 迫害法轮功 然后活摘器官 国际上名声非常恶劣 如果国际上发现 我们中国共产党 找了一个杀人魔王 来当总书记的话 我们共产党形象非常坏 江泽民不得已放弃他 习近平上台的时候呢 他因为这个事故利弱 所以当时我们预测 他一定会用反贪腐的方式夺权 果然如此 反贪腐几年下来 颇见成效 但是造就了非常大的反对力量 哪些呢 第一 江泽民派系的核心高官 第二 中央到地方数以百万计的 贪腐官员 第三 经商的太子党和太子党党 第四 军中的反习派 所以四支人要反对他 当然他们没有联合起来 他们用什么办法去对付他呢 请各位拍下来 所以这几年下来 我们整理出来 他们大概用了13招的方式 来对付习近平 第一是文宣的抹黑 第二 制造动乱或加大动乱 第三呢 你们也有贪腐 所以我借刀杀人 第四是暗杀 第五是股汇债势崩盘 银行挤兑 第六 制造社会动乱 第七 官员代工 第八 太子党反习 第九 制造加大 香港动乱 好 这个请各位特别留意一下 十 十一 十二 迁造到台湾 他们想要挑起两岸的紧张 挑起台湾内部统独对立 逼习近平出手 不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 而是习近平出手来对付台湾的时候 每日会出手去解决习近平 所以他们的目的是内部的政治斗争 而不是解决台湾问题 台湾只不过是剧场罢了 十一非常像 用手段逼蔡英文向台座倾斜 十二 暗杀蓝绿高官 然后制造动乱 十三 暗杀 所以我想通这十三点之后呢 请各位注意 第十二点 目前为止没用过 其他都用过了 都还没成功 所以我们在说什么呢 我们在说 习近平看起来是大权在握 但是呢 他一直是面临着 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 跟他个人的暗杀的风险 所以近年来 有一些重大的政治案件 孙力军案 傅政豪案 这两岸呢 直接牵涉到暗杀 第三岸还没有爆发 秦刚案 我们还不知道底细 火箭军一锅端 这事情我们过去 只有在武警看过 而武警上次被一锅端 就是因为政变 现在火箭军一锅端 好 那现在要做结语了 台湾的重要性呢 有半导体 有经贸实力 战略地位等等 但很多人忽视是台湾海峡重要性 每天经过台湾海峡的货柜轮 占全世界百分之四十八 所以你觉得 美国 英国 日本 法国 德国这些国家 能让台湾海峡变成中共的吗 这是第一个 第二 美国的高官多次出来讲 我们有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八九十的晶片 甚至高阶晶片是台湾制造 只要台湾不提供晶片 我们的经济不要说崩溃 至少会大幅地滑落 所以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进步国家能容忍 我一段时间之内拿不到台湾晶片 或者说台湾整个被中共端走 而我没有晶片可以用 这是大家要保卫台湾的最直接的理由 所以我常常讲 我说看明白了国际局势 才晓得台湾的角色跟台湾重要性 这就是我刚刚说的 全球来帮我们反共 而我们自己不反共 几年前我就讲台湾要选边 大家说我们不要选边 我们有骨气 骨气不能当饭吃 在国际政策上是非常现实的 你有利用价值之后 人家把你拿过来 你赶快靠过去 你没有利用价值之后 被人家甩掉 你想翻身都没有办法 所以台湾要选边 台湾选边的标准有三个 第一 我们的经济利益 靠大陆比较大 还是靠美国比较大 第二 我们的安全 靠美国比较好 还是靠大陆比较好 第三 我们的价值观 跟美国比较接近 还是跟中共比较接近 三个比下来 中共得0.5分 经贸得0.5分 美国在价值观得1分 在安全得1分 在经贸得0.5分 所以美国里面得2.5分 这个选择应该不是很难 所以中共现在晓得 我们的这个弱点 在依赖美国 它就不断地要破坏 我们跟美国的关系 所以现在不断地搞 疑美论 仇美论 将来呢 就是搞断美论 好 请各位看第三点 国际社会性的看法是 俄国在侵略乌克兰 中共在战略扩张 他们东西呼应 企图破坏国际秩序 挑战普世价值 所以欧美国家 现在战略很简单 西线 我要打败俄国 东线 要喝止中共 更重要就是 我们要继取乌克兰教训 提前援助台湾 提前强化台湾 让中共不敢打台湾 所以中共目前的态势呢 其实是内外交困 但不是说 它完全不敢打台湾 有一种情况下 会打台湾 当它误判的时候 当它误判的时候 所以现在美国 不断地发出各种讯息 就是要提醒中共 你不要误判 因为第一 我不希望爆发战争 那我不希望 你去打台湾 所以我吓阻你 第二就是 我明白告诉你 如果吓阻失败的话 我一定要打赢 这就是美国人 讲得很明白的话 我原来公开讲 大家不相信 我讲完这两个礼拜 美国太平洋司令不司令 公开讲了的话 我非常得意 好 请各位看到第八点 我常常提醒我们 蓝银跟绿银的朋友们 对 你们可以争权 你们可以去选举 你们可以相互攻击 但请你们记得 蓝绿是宪政内的对手 红银是宪政外的敌人 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常常提醒我蓝银老朋友 要想清楚 核心的问题 就是中共不等于中国 没有了中共 中国才会更好 中国真正变好了 变民主化之后 台湾才会安全 所以请各位把这四个拍下来 我想推荐四本书 大家听完了我的演讲 回去看这四本书 你的中共有更多了解之后 你的选择就不会错了 第一本书叫《九评共产党》 第二本书叫《解体党文化》 第三本叫《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第四本叫《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各位把这四本书看完之后 对中共了解更深 传给你的朋友 大家一起来帮助台湾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